米克拉台风逼近台湾气象局发布海上和陆地台风警报 虽然对本岛不会有直接影响 但预估台风仍有增强的机会 今晚到11号清晨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台湾市长卢秀燕10号下午前往台中市灾害应变中心视察 提醒民众不要掉以轻行 台中市政府各局处进行简报说明米克拉台风逼近台湾 台中市虽然不是陆上台风警戒的范围 为了提高警觉 台中市灾害应变中心以三级开设 市长卢秀燕提醒各单位做好因应 因为台中的西部地区是平原 也因此我们对于从西部过来的台风都会特别的谨慎 所以台中市政府已经开设了灾害应变中心 我今天亲自来视察 那一方面我请我们的台中市政府所有相关局处会 对这些同仁要加强戒备提早因应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呼吁市民朋友们 不要掉以轻心 米克拉台风虽然对本岛不会有直接影响 但中央气象局预估台风仍有增强机会 今晚到11号清晨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市长卢秀燕表示 除了三级开设应变之外 还有台中市全事故防灾功能编组的机制因应 小心因应才能平安无事 那比如说卫生局主政的包括很多的医疗单位 比如经发局有很多的商业单位等等 不管你主政的是什么样的业务 通知一定要落实 那不要以为说有的人通知了 有没有呢 他们有没有接到等等之类 通知要落实 第二个准备要确实 准备要确实 那相关的交通号是标线的部分 由于清台米克拉从西部过来 没有护国深山中央山脉的保护 加上台风离境后 外围环流引发的雨势可能不小 市府提醒民众暂时不要前往山区和海边 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